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定点养风 笑意变唱 这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养风模式探索 乡图专家该如何帮它走出困境 完成职业生涯的转变 敬请关注田间示范秀特别节目 盛夏帮福祭 端午刚过 山里的油菜花已经凋谢 谢文海准备启程 他必须抓紧时间 把这些风香搬往下一处花多的场地 每年清明过后 谢文海都会去各地追逐花期 今年他选择留在本地养风 这和往年相比 蜜蜂采蜜的花季减少 蜂蜜的产量也大打折扣 求助农户谢文海 59岁 养风37年 养殖蜜蜂150箱 求助问题 定点养风笑意叉 接到求助 栏目组拍出帮小哥 前来实地走访 我看你这是都系上绳子了是吗 三十多箱今天往上搬走 现在是咱们蜜比较少是吧 是今天太少了 这个怎么看蜜多蜜少 那边就在增亮这个 您是说增亮就是在太阳光景 里边像是有小水梯一样是吧 就是上面的小圈 这边呢 这边也是 就这么一个小圆壶 这边有点蜜 可能有个三分之一 每天这时候养好一次 今天到现在 蜂蜜到现在 还一次没养呢 这是没养吧 蜂蜜是蜜蜂赖以生存的食物 为了种群的繁衍生息 蜜蜂的一生都不会休息 白天外出采蜜 夜晚回潮酿蜜 养蜂人就是根据蜜蜂 这个勤劳的习性 留够蜜蜂的口粮后 把多余的蜜取出卖掉 但今年 蜜蜂梅蜜可卖 这让他非常着急 这就把手维板的夺点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不是有这么多 好啊 好啊 你们夺的好 你知道我们养蜂的就是没有一样 这不是有这么多 这个亮晶晶的 这到三分之二了 怎么才算多呀 这都不算多的话 要是正常来说 这里全是正亮的 全都是这样的是吗 对 这就是最好的了 这就是最好的 全场的最好的了 就这样 那这样好一点的有多少呀 大概 全场一百多箱也没 一百多箱也没有三分钱了 好点的 你就这么一闲块 你说哪有重量呢 这更轻 你要根本要这么闹 空的 这个时间我这闹 那这个轻轻的 轻轻的的就起来了 确实不多 这两个不同 这个呢 多点呀 这边呢 这边也一样 这不都轻的 都不多呀 都不多 养风是靠蜜生活的行当 花季减少 蜜就减少 收入自然也会减少 损失高达六万元 这让谢文海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中 我别的来源没有啊 你看老板像 有点地儿了 有点树子了 哪样都能来点钱啊 做的小瓜子 我这就指着他 这生活呢 蜂蜜的产量减少 谢文海不得不想办法提高收入 市场上 注存在潮皮内的封盖潮蜜 卖价很高 是普通蜂蜜价格的两到三倍 谢文海看中了潮蜜的经济效益 开始生产潮蜜 潮蜜能卖多少钱呀 一块能卖六十块钱 那你要卖普通的呢 普通的二十块钱 变成潮蜜的话就六十一斤 对 那价格挺好的呀 不好做呀 不好做 太不好做了 人工养殖蜜蜂就是让蜜蜂在专用的木箱里自然分蜜蜂蜡 铸造蜂巢 蜂巢是蜜蜂的家 由多个相互平行悬挂的巢皮构成 巢皮上六边形的小孔称为巢房 是蜜蜂繁殖后代储存花粉和蜂蜜的地方 当蜜蜂在野外采集到花蜜后会吐到巢房里 此时蜂蜜便形成了 而潮蜜比蜂蜜需要更多的酿造时间 多出的这段时间里蜜蜂会继续吞土转化进行酿造 使蜂蜜内果糖和葡萄糖含量提高水分下降 当水分下降到百分之十八以下 蜜蜂会分泌出蜂蜡进行蜂盖储存 潮蜜才最终形成 潮蜜的经济效益虽高 却并不好生产售卖 太软了 这好软啊大哥 你看这直接塌上了 太软了 哎呦都流出来了这个 这都浪费了 哇满口的锋腻 好甜啊 这太软了 你这打包啊 你这打包装的这东西 这就是不好弄的 潮蜜无法包装售卖 谢文海只能把希望 重新寄托在提高蜂蜜的产量上 今天他要把所有剩余的蜂香 都搬到下一处花多的场地 天色渐暗蜜蜂回潮 搬香转场的时间到了 重新拆了 重新建 拆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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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帮弄的方子 到哪儿 哪一把它盖上就是家 一年的清门 带帐篷十个月一 带南方朝十 帐篷底下就是水 你搬走 有吃的有住的 全在一个帐篷里装着 天地之大 一顶帐篷 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追花竹蜜的生活 谢文海一过就是三十七年 一处帐篷的拆卸 也标志着一段旅程的开启 剩余的这些蜂箱 天黑前两小时 谢文海必须全部装车 那点这个是干什么的呀 那点这个是干什么的呀 我先进点什么 它遮着你 你们每次转场 这装卸大概多少东西 这几吨吧 这几吨重 一百五个前方转大车 那是什么最高 不管天到下雨不下雨 只要车一掉了 你也得装也得现 搬箱转场是个体力活 只能在傍晚等蜜蜂回潮后干 这对已经59岁的谢文海来说 并不轻松 年龄越来越大 每趟单起进一百斤的蜂箱 谢文海有些吃力 你这多少呢 赶上好年头就是 当着多砸点蜜 跑一趟 也辛苦也知道 也不确定就是搬过去 当着就能挣钱 这个定不了 只是抱着好的希望 真的觉得谢大哥也是挺无奈的 一方面是蜂蜜的产量 今年非常少 另一方面呢 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制作炒蜜 来提高效益 而且再加上他年纪也越来越大 追花竹蜜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所以我想我们这次的帮扶 第一个不仅是要帮他解决眼前的困难 还要帮他去规划一下未来 养蜂之路该如何走 欢迎新进支部间的宝宝们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咱们家这一款叫蜂蜜 蜂蜂蜂蜂蜂蜂蜂蜜怎么吃呢 这样轻轻的给你抬一下 抬它一勺 这个是蜂蜡 里边流出来的就是蜂蜜 直接嚼着吃 嚼一会儿然后把它炸炸倒出去 乡土专家赵丽梅39岁 养蜂七年 养殖蜜蜜蜂三百香 带动养蜂户一百五十余户 养蜂高手实地走访 能否破解巢蜜生产的难题 暗香养蜂生产巢蜜 乡土专家又有哪些独门绝活 从椎花竹蜜到定点养殖 求助农户最终能否成功转型 敬请关注田间示范秀特别节目 《盛夏帮福记》 养蜂三十七年的谢文海 面对养蜂效一差 想学习如何生产巢蜜 为此我们请来了乡土专家赵丽梅 在赵丽梅看来生产巢蜜的要求很多 最关键的就是蜂群必须为墙群 否则无法生产巢蜜 那谢文海这里的蜂群到底是不是墙群 赵丽梅决定开箱查看 我们看一下 这还行 这样初步来看的话 我们这个一缸蜂子上都有2000多只蜂 2000多只蜂 对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个一面它的蜂巢眼大概有2000多个 我们的小蜜蜂这样它一趴 它一个蜜蜂就张两个蜂狗 两个眼 所以趴满之后它一面大概有1000多 那上面就是7张蜂 上面就是7张蜂 底下也是8蜂 预估一下大概估一下我们的这个蜂群的话 应该三万多只 数量上还算是可以的 蜂蜜要求必须蜂盖 蜜蜂越多 干活的劳动力就越多 蜂盖的效率自然就更高 经过现场查看 谢文海每群蜂的数量 基本都在3万只以上 达到了墙群的要求 但在赵丽梅看来 想要生产蜂蜜 光达到墙群的要求还远远不够 还要看它有没有带回来 大量的花粉花蜜 预示着谢文海新找到的这片养蜂场地 蜜圆直到墙群的要求 和食物比较充沛 常年在平谷养蜂的赵丽梅明白 六七月份正是荆条花开的季节 作为当地最大的一个蜜圆期 这时生产潮蜜再合适不过 而谢文海做的潮蜜之所以出现 一旦分割售卖 就四处流蜜的问题 在赵丽梅看来 主要是因为生产方式不对 为了让她尽快掌握 如何生产合格的潮蜜 赵丽梅带着谢文海 来到了一个蜂场 雷大哥 然后给您介绍一下 这也是咱们的一个蜂农 谢大哥 然后今天是过来 想看看咱们这个潮蜜怎么做 歇一下 行 这就是咱们的潮蜜盒子 然后都是半斤装的 对下这不错 又有情况你看 都不用再切了 不用切根 对 潮蜜盒是生产潮蜜的一种 专用工具 原理就是把传统的整张潮皮 变成多块小潮皮 蜜蜂会在里边 铸造新的潮房 用来存蜜 进一步保证了 潮蜜的干净卫生 存满蜜后 潮蜜盒可以直接取出 能有效避免 传统潮蜜生产潮蜜时 切割流蜜的问题 它没有气味吗 这个塑料呢 这是湿皮的塑料 没味道的 你自己停一下 挺好 这个挺好 根据潮蜜国家标准 潮蜜盒的材料 必须达到国家食品级要求 一般用无毒透明的塑料制造 为了让谢文海了解 合格潮蜜的标准 他们特意拿出了一盒做好的潮蜜 很漂亮 这封盒率真真好 对 您看咱们做潮蜜 它肯定要有个封盒率的要求 是 怎么算合格呢 这个封盒率达到95%以上 这就算合格 封盖代表潮蜜的成熟 95%的封盖率是判断潮蜜是否合格的标准 然而 想让蜜蜜在特制的潮蜜盒里 均匀地筑潮酿蜜 潮蜜盒的安装就必须做到严丝合缝 您把两张对齐了 往里边一推就可以 对 这个放好了 这个往里边推 嘿 这挺牢 没用胶什么的胶 这有挤在这儿了吧 对 这个是靠挤 你把它挤成一张皮的 对 那个是铁丝上上的 这不是铁丝 它这样就比较牢 你看怎么拿都可以 怎么晃都行 那这个你就得小心一点 做的时候 和用铁丝固定在木框上的 传统潮蜜不同 潮蜜盒是靠挤压 组合在木框内 拼成一个整张潮蜜 并不牢固 一旦放入封箱后 绝不能像传统潮蜜那样 取出观察 那又该如何判断 封箱内潮蜜的酿造情况 谢文海充满了疑惑 这个并不能拎出来看 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这一箱呢 来看布林蜜皮的情况下 怎么你观察我们上面这个情况 我们第一步的话呢 可以看它的尾当建筑 您看这都是属于尾当建筑 对 这样就说明什么 它下面的已经没有地方 来储存它的蜂蜜了 那么它要往上面 重新盖的房子 封箱内六边形的小孔 是蜜蜂的潮房 也是存蜜酿蜜的仓库 为了尽可能多存蜜 当封箱内的潮房装满后 蜜蜂会在其他空余场地 建造更多的潮房 如果开盖后观察到这种现象 就说明封箱内部的蜂蜜已经存满 第二步我们一看 干活的风很少的情况下 证明了我们下边基本上有一个风散口了 为什么风少的话 就说明它这个风口率就差不多了呢 也就是说它的活已经干完了 它的粮食都储存好了 就蜜蜂的习性就是 如果说它的粮食储存好了以后 它就不怎么来这边来 对 那么现在我们从上面来看的话 还有很多风 证明我们下边的风口率肯定还是不行 这么着 这也看得太清楚了 能看清吗 只有有很多没风口的 对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现在下边的话肯定是没有风口的 对 封盖后的蜜是蜜蜂月东时期的粮食 一旦完成封盖蜜蜂便会离开 因此查看蜜皮上蜜蜂的数量 就可以判断出潮蜜的封盖情况 大家在这回你就知道 这个不拿蜜皮是怎么看这蚝蜜的风口率了 是吧 知道 懂得了 一天的参观很快结束 谢文海学会了如何制作潮蜜 同为在北京养蜂的外地人 赵丽梅深知谢文海的不意 到底该如何才能帮她进一步提高养蜂效益 今晚赵丽梅不得不好好考虑一下 新的一天 一大早 赵丽梅邀请谢文海来到了自己的蜂场 谢大哥 这就是咱们的蜂场 这桂花的像公園一样 是 您看这里边还有喷泉的什么的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蜂场的话 咱们除了这种传统的养蜂之外 还做蜜蜂文化研学 什么叫蜜蜂文化研学 它用通俗来说的话 就是咱们把蜜蜂文化传播给这种学生 家长 蜜蜂文化研学把养蜂与教育相结合 通过科普蜜蜂知识 让学生在体验和探索中 与蜜蜂深度接触 进而沉浸式了解蜜蜂文化 赵丽梅为什么要带谢文海 了解蜜蜂研学课程 在蜂场 赵丽梅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因为您那个基地呢 离咱们也比较建议一些 想把您那个作为咱们 户外这个研学基地 因为今年您也不能去追花竹蜜了 所以说这样的话 也是多少能增加您的一个收入 不多 按一个孩子大概就三到五十这样的一个收入 也算是对您整体的这个收入有个提高 有个保障了 这是对我的观照 但是这个课程上肯定您自己要学会了 这些课程上肯定您可以来试一试 西大哥您可以来试一试 您就上上面去 站到中间来 没讲过 没事上台讲过 说过话 我 没事 慢点西大哥 慢点慢点 别紧张西大哥 别紧张 讲一讲就是您这么多年 这花竹蜜的一个故事 我 他让我上台讲的话 就是脑袜的一半空白 心里想的挺好的 他就是说不赖他的话 心里边也在想 这个西大哥行不行 这样 竹竹有十分钟吧 他没有去发言 他实际上他肚里不缺东西 可能说我怎么去表达 这是他的最大的一个难点吧 算是 只要我们第一句说说口就没问题 对 咱们给谢老师鼓掌 对 加油 我是养缝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拉着缝到南缝 拿花开 哎 我就是 捂着车 拉着他们 追着跑 为了他自己生存 夜幕降临 一天的实战培训 暂时告一段落 讲挺好的 虽然谢文海 并没有熟练地掌握授课技能 但这次学习 让谢文海受益匪浅 追花竹蜜37年来 谢文海从来没有想过 养风还能靠这种方式去盈利 实在是抱歉 没事没事 已经经过很大了 没事您回去也可以自己练习练习嘛 今天对于谢文海来说 意义非凡 突如其来的一场雨 让山谷焕发出勃勃生机 山里的蜜原植物在雨水的滋润下 大量苏醒 谢文海对生产潮蜜 有了更多的把握 雨过天晴 赵丽梅带着工人再次来到谢文海的风场 慢点啊 谢大哥 丽梅姐给你带着做炒蜜的这些工具 谢谢 谢谢你们 及时安装炒蜜盒 可以趁着雨后精条花流蜜量大 尽快生产出一批品质上乘的炒蜜 谢文海今年的损失也可以得到一些补救 这样子把蜜蜂都抖进去了 对对 让它跑到下边那个巷子 慢慢地往下边去 就等着全货的收获了 两个小时后 炒蜜盒全部安装完毕 然而为了更好地带动谢文海做蜜蜂研学 赵丽梅今天还邀请来设计师 对谢文海的蜂场进行趣味改造 夏哥你这是画的啥花啊 有蜜的花 现在弄的美观 美观挺大方的 好好绿绿的 你看这拐脚上还画着您呢 画这个老爷爷 我刚刚看到 带一场帮的 一番忙碌过后 焕然一新的蜂场 在树林里显得格外醒目 看着装饰后的蜂场 谢文海仿佛 看到了未来生活里的曙光 一周后 蜂场迎来了第一批前来上课的学生 赵丽梅和谢文海早早等候 小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户外眼球基地追风部落 来谢老师在前面带路 跟着我们的谢爷爷一起往前走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不知道 这是行条花 这蜜在哪里吗 在这里 很小吧 很小它留蜜 我们来看下一个好不好 我们看到每个小朋友里边都有一个这个 是不是 看看 大大的这个叫什么呀 像个冰激凌吗 像个什么呀 这个是火炬 火炬油啊 是我们那个奥运会的火炬 是奥运会那个 剪刀圣火的火炬 你们看看 这上面有小朋友们采的蜜吗 没有 有的 这是有的 你看小朋友们刚刚呢 谢爷爷给我们讲了 说我们采了很多很多的花 并不是说是花它就有蜜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不要去保护这个蜜原植物呀 在赵丽梅的协助下 谢文海顺利上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蜜蜂研学课 尽管目前他还不能单独教学 但这一步对于谢文海来说 显然已经是一次跨越 从三十七年的风餐露宿 追花竹蜜 到现如今的定点养殖 产业升级 面对充满希望的未来 谢文海已经踏上职业生涯的转型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